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是娘娘 我们现在有一个心理测试 请想象自己正身处在一片大森林当中 你向前走 前面有一座很旧的小屋 然后依次回答下面的问题 第一个 这个小屋的门现在是什么状态 开着还是关着 我应该会选关着 我应该会选开着 你走进屋子里看着一张桌子 这个桌子是什么形状的 圆形 拖圆形 正方形 长方形 三角形 我会选圆形 我会选长方形 选三角形的应该没有长方形 在桌子上有个花瓶 瓶子里有水 有多少水在花瓶里 满的一半还是空的 我会选一半 我会选一半 这答案比较太不一样了 就是谁会在花瓶里接完水 海前有一座城堡 这个城堡是什么样的 旧的还是新的 我选旧的 我也选旧的 鲜活的程度在你死 走过这座桥 有一匹马马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红色 褐色 黑色 我应该会选白色吧 有城堡嘛 感觉快有帮子 我会选褐色的 不不 离马很近的地方 突然刮起了一阵龙卷风 你三种选择 跑过去藏在箱子里面 跑过去藏在桥下面 还是跑过去骑上马走 我可能会选在桥下面 我应该会跑过去骑上马走 你这个结果就不是一个设恐 而且是一个朋友很多 而且有一个很好伴侣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受恐 并且单身的人 那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张俊 大家好我是陈岳东 现在玩一个快闻快打的小游戏 如果你被困在一个小岛上 你准备带三个东西 你会带什么 手机 嗯 但没有信号 水 食物 嗯 手机不要人 你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有一种欧洲的那种飞鱼 你知道吗 哦 我知道 很臭的那种 哦 飞鱼罐 哦 知道 如果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李淡 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执发 以下超能力 你最想拥有哪一个 预知未来 独心术 过目不忘 过目不忘 有了过目不忘 你包括独心术和预知未来 都可以拥有 因为你可以看很多的书 真的学会了 最想邀请哪个朋友 一起看线下开放门 景田和黄金鱼吧 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的歌曲的 我自己的歌 因为我最近做了一张中国经典电影歌曲专辑 然后里面都是中国经典电影歌曲 所以我一直在单曲循环我的这个专辑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李淡 大家好 我是李淡的员工 庞博 我们这儿有几个小问题 快问快答 不许想 最近最让你焦虑的一件事是什么 特务师大会 感觉还能再录40多计 太累了 别说了 如果工作中有压力 一般是怎么缓解呢 把压力转移给别人 转移给这些人 你熟悉的这些选手里谁的情绪管理跟心理素质是最好的 成功 上海市最快快的男人 马上就要华东地区最快快的男人了 如果今年选手中还有人因为中毒压力大想退赛 你会如何开导他 我不开导 我一次都没有开导过张伯扬 这是他问的吧 再见 拜拜 可以随时走 再见 我觉得作为选手 比赛中的那个表演跟写稿的过程中 哪个更需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那只能是表演 你写稿的时候心态都不好 那就别干这个了 问题问完了 让大家听得开心 拜拜 大家好 我是程璐 大家好我是王绵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快问快答 去参加别的综艺好玩吗 有没有偷偷为自己的段子积累素材 挺好玩的 但是如果再想积累素材就不好玩 就还是适应玩吧 参加了这么多综艺 你认为你是一个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的人吗 装呗 我看你装的挺好 适应不了就装呗 那咋办 有时候都装的都看不见你了 是在电影剧组里紧张一些 还是比赛的时候更紧张一些 肯定还是在电影剧组的 因为电影嘛 我毕竟是男主吧 没有没有 还是在脱口秀的地方紧张一下 因为电影大家就是去客传一下 去玩一下 不是自己老本行吗 脱球大会是真正的紧张 想让自己发挥好的理由 遇到受到挫折的朋友 你会主动安慰他们吗 这就是别打扰了吧 因为就是你聊一聊就感觉不是安慰他了 就容易挖苦他 就人家的压力更大 因为咱们说话 我们说话都特别过分 就不要打扰他就好了 作为总编剧看到自己的从事心情不好时 会做什么 那就问问他搞写好了 他马上觉得好像不用心情那么好 没有时间注入心情 马上就好 快问快答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